一辆完全没有减速就左转的机车 结果跟对象高速行驶的汽车发生了擦状 机车被撞飞了有30多公尺远 骑乘机车的骑士当然更被撞飞 飞到了田里头 还差一点点波及在田里工作的夫人 被撞的机车飞了足足有30多公尺远 倒在路旁 机车骑士则是掉落到一旁的稻田里 伤势相当严重 被消防队员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与机车发生擦装的汽车驾驶 还是一名现役军人 正准备要开车回营时 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突然左转的机车骑士 加上当时左边还有一辆汽车并行挡住了视线 根本来不及下车就直接撞上 车上的骑士一路飞进了旁边的稻田里 还差点撞到在田里跟踪的妇人 由于发生车祸意外的路口并没有红绿灯 地上还有明显的刹车痕 警方目前正依据现场的激震 要厘清当时事故的发生原因